大家好 我是Hi-Fi音響雜誌珍娜 其實去到這一刻 要買一部真是高質素屬於發燒級 而播得到高質素的4K UHD電影影像的一部 機真的不容易 在我面前就出現了一部 這部就是由標誌音響引入的 國內版的Panasonic DP-UB9000的4K UHD播放機 它是一部4K UHD播放機 而不是一部Universal Player 因為它是沒辦法播到SACD的 CD它播得到 因為它是一部國內版 留意它播放Buray支援C區的影碟 而播DVD它只是支援陸區的DVD影碟 所以它最主要的功能和目的 就是播放4K UHD 因為4K UHD本身就是不存在區埋這件事 先介紹一下它 其實它和我們之前用過的頂級的4K UHD播放機 其實設計的陣容是很近似的 打開它的機箱 它的機箱一樣分開了三個部份 一個是供電的部份 一個是濕訊和模擬音頻的部份 另外就是一個視頻的部份 三個區域 目的很簡單而已 令到電腦之間的互相干擾 降得比較低 另外一個特色 它是有兩個HDMI輸出 兩個HDMI輸出不是特色來的 因為它有個不同之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 它們可以同時兩個HDMI輸出 音頻和視頻的 但是如果你要出到 真4K的視頻輸出 你一定要在視頻那裡設定 是Video Only 它就可以出到 340x22160的解像度的影像 另外它在音頻那裡 這個 如果你把它設定 只是Audio輸出 它的3D音場音效 包括WMO、DTS-X 就會出得更加完滿和完整 就會令到你覺得 整個包圍感就更加理想 除了兩個HDMI 它還有一個USB輸入 是支援一個外置硬碟功能的 即是可以有更多不同類型的Source 去播你的4K影像 另一方面 就是要講講它的音頻輸出 它有一組7.1聲度的音頻輸出 以及兩組的Stereo輸出 我們先講7.1聲度的音頻輸出 它是由4顆日本JRC的OP-M 去負責這個8聲度的輸出 另外兩聲度輸出 非常之吸引 它就是有兩個平衡輸出 以及兩個RCA輸出 而每一個輸出 就有一片獨立的OP-M 是負責的 都是同樣來自JRC 比較高級的OP-M 令到這部機 在視頻和音頻表現上 是可以給我一個意外驚喜 我會先講講影像 可以告訴大家 我在這個房間用了Sony VPL360ES的投影機 都有兩年多 可以說用了它之後 我沒見過Sony可以播出這麼闊的色域 以及景深的深度可以去到這麼精彩的 可以說在顏色的豐富度 以及影像的立體感上 我覺得它的表現是非常驕人的 舉個例子 譬如是Lucy電影裡面的面色 我最喜歡的一部移動城市致命引擎裡面的 顏色的豐富度 以及質感 衣服、皮膚、道具、金屬感 各樣東西 它都可以提升到一個 我覺得暫時都很難找到一個 可以和它比美的 一款4K的播放機 至於音頻那方面 它的優勢就是 它的聲音本身的original 就是用一個大音場 無論闊度、深度都很強烈的 一個聲音的表現 如果你說播一些大鵬的電影 你會覺得 哇!那個包圍感很強烈 令到整個空間感 為畫面拓展得很寬闊 整件事是很吸引和很精彩的 另一方面 它有一個設計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它的低頻 它不是很傳統的發燒 有需要的那種打心口 哇!很辛苦、很悶的那種感覺 它有一點點氣墊式的能量輸出 它可以令到低頻潛得低的時候 就不會令到你覺得聽得很辛苦 那你說如果我想要刺激一點 是不是不行呢? 那當然不是啦 那它的選單上面 它有一共10個Mode 其中一個就是Night Mode Night Mode當然是 在晚上的時候那個大動態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影響到鄰居 另外那9個Mode 我們分開兩組的一組就是叫Remaster 那Remaster Mode 它那個特色就是會令聲音更加Focus 還有更加聚焦 一些東西更加結實的 那個特色就是它有三級 那大家要的結實程度不同 那自己選擇了 那另外呢 它就是有一個叫做Digital Tube Sound Mode 那一定有六級的 那這個Mode是做什麼的呢? 我就覺得在我聽譬如音樂電影 The Greatest Showman 看The Planet Earth這些紀錄片 那人聲為主的電影呢 那它那個人聲真的有一點點 好像膽肌那種感覺很滑 有些溫暖 還有質感是很強的 人聲是特別好聽的 那六級也是按自己的喜好選擇了 那在畫面方面呢 其實它的功能同樣可以展示得到 譬如大家很想知道的 Maximum Light Level 就是整部電影 或者是影片的最高光度 或者是每一格飛林的平均光度 它都可以顯示得到的 那很清楚的數據 那另外就是 它可以獨立選單 可以調教HDR的影像模式 可以在那裡配合你的顯像器做修正 去到這裡了 那講完它的選單 我想說說 其實它這部機 那個2channel 10CD 都非常吸引的 可以說在播CD的中高音 和入門級的發燒CD機 那個中高頻的表現都很接近的 所以調得挺漂亮的 至於低頻 我會建議配線方面 可以想一些中低頻 比較強勁的電源線 或者平衡線 這樣去調整整整個全頻的平衡 這樣就會令到它的表現更加理想了 你說現在選擇4K UHD播放機 那我覺得這部DP-UB9000 尤其是它的影像實力 對於我來說 我真的覺得非常之吸引 你想說是非常之有的 還是不會打開 那麼早就在這部飛行 上面 馬上 是可以用來翻開